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直播环节 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可以随时打给我们 热线制2046566,电邮地址ask at bschannel.com 我想和Jason,就是我们研究部的经理陈维冲,谈谈腾讯最新的情况 Jason早上 腾讯方面,暂时股价偏远,去到163.5 势头也是强,看到今天多间的大行就唱好去 当中可以看,如果表现最牛的话,就是花旗更加调升到目标价 去到210元,买入的评级 另外也看起来,其他可能巴萊、法巴等等 其实不是增持买入,目标价都是190元或者以上 说的利润都挺好的 我认为是设定一个中长线的部署 究竟有什么理据可以继续买回腾讯呢 今天有些消息出来了 就是关于他们会推出一个叫做TOS 我们经常说iOS,OS就是Operating System T就是腾讯 他们自己一个做操作的系统 听起来真的很新穎 很想知道更加多 将会连接成500亿部的智能手机 连早有一部就跟苹果公司一样 连电话或者是手标 全部都可以用TOS的系统 当然了,现在这一刻还是很初步 会想起会不会都是一个投资期 会不会用很多钱等等 不如先介绍一下 这个最新的idea或者是什么 这个是属于一个iOS的系统 类似苹果方面 可以应用在手机、智能手标 或者可能是平板电脑方面的一些软件 当中都看回腾讯 今次在全球移动互联网的大会上 都介绍他这个作业系统 未来都可以有相当多的应用范围 当中刚刚讲过智能手标 甚至在游戏机方面都能够用得到 如果你看到苹果之前 讲到他最赚钱的模式 就不是只是他手机 如果只是单单出一部很漂亮的手机 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作业系统 或者没有一个很普及的作业系统的话 基本上那些人就未必说 会真的选他的手机来用 所以腾讯在过去的一段日子 本身主打的 都是一些游戏方面 又或者近日都是类似Facebook 打了一个社区的网站 是一个即时的通讯软件 可能借助一些广告作为收入 但是在一个软件的开发上面 就一直都未能够打入一个国际市场的 那今次你说要做一个TOS Plus 一个叫做作业系统 那是不是能够做得到呢 那这方面就看回报告所说 都暂时是有信心的 因为都觉得这个都属于内地方面 是比较特别的 或者都算是比较创新的一个范畴 那未来如果他真的能够做得到 自己的一个作业系统呢 那会不会他都能够可以打入一个 就是内地方面一些 战能手机品牌的市场呢 那当中我在说现在内地方面 出货量比较高的手机品牌 包括就是小米 包括就是中兴华为 还有就是联想等等 都有机会可能 是会跟腾讯做一个合作的 那可能用腾讯这方面的软件 就陷入他的手机的程式之内 所以我相信这一个叫做发展 或者这一个业务 接下来都有一个憧憬在那里 嗯 好 听起来就是他现在 就是拍着一些大牌子的手机 就刚刚你讲到中兴华为等等 还有最重要就是 一定要有些推出一些apps 因为你现在说 因为大家消费模式越来越高的了 你只用电话里面没有咸的话 你根本就不会用你 就算你多漂亮也好 所以这一方面就非常创新 但是还是初步 因为我听Jason的分析 我就不是说了解太多 还没有很多资料给大家 又不知道是怎样用等等 但是我想不知道Jason 你有没有用过就是滴滴打滴 是吗 一个apps 滴滴打车 滴滴打车 一个apps去召车 其实真的超级方便 我们香港其实我也有用的 他突然知道你几秒内 车是会来到的 亦都是在哪个范围 配合GPS等等 会不会充敬回来更加多这些相关系统呢 令到那个软件更加为之吸引呢 是的 其实腾讯在过去那几年都很主张 就是一个开放平台的战略 这个开放平台就是什么呢 就是跟很多一些情细 或者这一类应用情细的开发商来合作 那变相就是说他自己呢 就不用再请一班人 专门是做这一类的研发的 因为始终如果你说自己 每次都银五千出来做这个R&D 在那个成本上面都相对比较高一点 还有如果你说做一个开放平台呢 同一些的发展商做一个利润的分成 就是如果你说你做了那个应用程式出来 扔着腾讯 就是那些人可以在腾讯那个平台上面 download到的 那用了之后发觉好用哦 那整体的那个浏览量又高啊 或者下塞量又高呢 那变相呢 腾讯方面都是会share一部分的利润 给那个开发商 那我相信这个合作的模式呢 接下来再配合到这个TOS的软件 或者这个系统呢 都应该是会有一个相当大的潜力的 那我都同意就是说 接下来在内地方面的互联网发展啊 或者说之前一个国家战略啊 就是互联网加这一样东西呢 都是很需要就是说一些比较创新 还有就是说国产化的软件啊 或者这一类的应用程式来到开发的 那所以如果你说 接下来就是腾讯啊 可以做到一个叫做大阿哥呢 可以联盟起来一些不同硬件的供应商 或者其他一些应用程式的开发商 一起去打这个互联网市场呢 我相信整体的那个增长空间 仍然都是相当之大的 所以在这一刻来说呢 大家又无穷的幻想 又无穷的憧憬 那自不然比起腾讯的估值都是相当之高 好啊听起来挺有趣的 因为都想着立刻有些什么股份可以收回呢 还有你就说软件方面的 好似就是说如果说软件有很多只的 那今生软件就不同的 它就是帮政府一些Software 那有没有买哪些软件股 说可以充劲呢 就会和腾讯有个合作呢 可以开发更多的 就是比较创新一些的Apps呢 还有就是刚刚你也说到 就是说这次如果搞TOS的话 会帮助联想或者华为等等的 那如果买股份 究竟买软件股好 只会玩可能联想或者买一些做手机的公司 如果你说在内地来计 一些软件的公司在香港上市 就真的不是说太多 你说比较有实力的 或者真的有个创新的自主性的 都可能是说金山、金碟 或者是中国软件 如果你说看这几家公司本身 做了一类的软件又各有特色的 那你说哪一家能够拍到腾讯 都真的要慢慢观察 很难说 之前都说阿里巴巴 是扔着金碟有些合作的 那未来会不会轮到腾讯也有份呢 因为我相信机会大 那至于你说做一些手机的供应商来计 好像是联想 Coupet 又或者好像是中兴这一类 那始终那个业务都有一番一定的距离 而且本身他们始终看生意额都很在乎出货量 所以到时候 如果你说现在真的能够跟腾讯有个合作的 那令到他们的手机突然之间好买了 出货量是增加了呢 那当然股价上面提升了 暂时看来如果你说以那个品牌方面 我自己都会比较偏向选择在联想 但如果你说真的要买的 那我都觉得首选 都是买回这一只主角 就是700腾讯 似乎那个增加空间就是最大的 而且根据刚刚那些大行的报告都说 目标价定到上去200元 即距离现时这个价位 都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升幅 花旗210元大家可以留意 表现比较没那么乐观的就是大摩 他看到168元 不过仍然都给他一个增次的评级 168元 很狡猾的 腾讯很容易升几元 可以留意这一份 就是看得没那么牛的一份大行 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麻烦谢Jason 先给我们副析了 究竟是什么TOS 大家记住留意多一点 这只股份的最新动向 因为股值方面 还有很大的潜在空间 可以释法到 我们先休息一会 Jason 腾讯你自己有没有买货 没事 好 稍后再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